Xin chào các bạn, mình là Howard Lúc yin đá đồ ăn bằng chì bì nòi 好吃,好吃, phải không? trong video này bằng sê hợp de nín gát nòi kát de yin đá đồ ăn phong phù hông 首先,我們先來學學 味覺有哪幾種 酸 甜 苦 辣 咸 咸 我們可以用這個句型來表達 食物吃起來的感覺 吃起來 或是喝起來 請注意哦 通常我們在說一個字的形容詞 我們會重複那個形容詞 並在最後加 的 例如 檸檬吃起來酸酸的 辣椒吃起來辣辣的 辣椒吃起來辣辣的 如果你想表達一個食物吃起來 沒什麼味道 你可以這麼說 蛋 或是 清淡 相反的 如果一個食物的味道 很強烈 你可以說 濃 濃 濃 嗯 這個巧克力的味道 好濃郁 喔 但是這杯茶的味道有點淡 不夠味 上面兩個字 上面兩個字 是用來形容 食物的味道 太濃 或太淡 但是 如果你想表達一個食物 很夠味 很好吃 你可以這麼說 夠味 這是我剛做好的蛋糕 好 請你吃 好啊 怎麼樣 味道如何 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覺得 草莓醬放得太少 不夠味 蛤 可是我做的是巧克力蛋糕 耶 食物 不只有味覺 還有口感 現在 讓我們來學學 幾個常用的口感 怎麼表達 第一個是 油膩 這個字 是用來形容 食物太多油 讓人吃起來 覺得很膩 很不舒服 例如 麻辣火鍋 炸雞 薯條 等等 你也可以說 很肥 很油 意思類似 肥 意思類似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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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午想吃什麼啊 隨便 我都可以啊 那 我們去吃炸雞 不要 炸雞很油膩 那 我們去吃火鍋如何 不要 火鍋也很肥 很油 那 不然你想吃什麼 隨便 我都可以啊 你以後 如果要形容 一種食物 不油膩 例如 沙拉 你可以用這個字 清爽 爽口 爽口 那 不然 我們去吃沙拉 沙拉 吃起來是很清爽 但是吃不飽啊 那你到底想吃什麼? 隨便,我都可以 下一個字是 脆 可以用來形容 煩米、煩獎能、加油等等 熱麵包雷 又熱又脆的麵包雷 下一個字是 有嚼勁 它可以用來形容 有彈性的食物 例如珍珠奶茶的珍珠 或者是年糕 你在吃什麼啊? 嚼勁那麼久還不吞下去 什麼東西那麼Q 那麼有嚼勁 我在吃口香糖啊 接下來的兩個字 是用來形容肉 老 柴 是用來形容烹飪過度 吃起來很硬、很乾 嫩 它是指烹調時間剛好 吃起來不硬、不軟 有肉汁、很好吃 你吃牛排都吃幾分熟啊? 我都吃全熟啊 全熟? 那吃起來不會很柴嗎? 是很柴沒錯 但是我不敢吃生肉 你呢? 你都吃幾分熟? 我都吃三分熟 最好還要看得到血 這樣肉才嫩 下一個字是色 常見的食物有 沒熟的香蕉、紅酒 或者是茶 這根香蕉熟了沒啊? 這根香蕉熟了沒啊? 應該熟了吧 你吃吃看就知道了啊 喔 味道如何? 又硬又色 不要吃吃吃看 你吃吃吃看 你吃吃看 你吃吃看 你吃看 我們要吃吃看 我們要吃吃看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